因为你看他1月6号 他早就公布了取消 当时我们还讨论了两天 所以你看到军文社还写 这应该是 这如果不是部长拍板定案 他敢写吗 不可能吗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部长拍板定案 会不会他会不会 也有可能是部长 至少部长要同意 去国政是一个很标准的军人 他愿意跟大家讲实话 这非常好 但是就是说 他不能讲太明白 不能像我在这边讲一样 对不对 我讲那么明白 其实邱国正 你如果跟他位置对调 你也会变成这样 对 但是他是不是借着我来告诉国人 说我们大家要提醒 要注意到这个 你是邱国正同路人 我是邱国正协作者 然后希望说是上层 这时候金门那边 不要再做这些身高敌意冲突 因为我们自己本讲 你知道这个线 四十二海里代表什么 你看这个图很明显的 我跟各位讲 我们台湾就像是目标区 对不对 目标区 我们打靶 有射击台 有目标区 台湾是目标区 海峡中间这些飞机所在位置 叫做射击靶位 他们已经就射击位置了 这四十二海里是所有 飞弹导弹的射程之内 所以他已经在他射程之内 等于说左线预备 右线预备 开保险就可以开始射击了 他意思是这个意思 那你看我们台湾相不像是 这个 这个集火射击的 这个目标区中间的靶 然后那边就是射击的位置在那边 他这种现在作战 他不会说战斗机飞到你的台湾上空 他才开始发射导弹 那个敌机凌空那个是 二次世界大弹的时候轰炸机的作为 那现在来讲的话 他导弹 所以大家现在只注意到 什么十二海里 二次海里 零街区 但事实上 四十二海里本身 虽然没有到二次海里 但他本身就是在军事上是有意义的 他不是有意义 他已经就射击位置了 射击位置 对就已经就射击阵地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台湾还能够不警觉吗 大家还在那边温水煮青蛙 我觉得青蛙都快被煮熟了 对所以不要以为说 没关系 他还是不敢进到二十四海里 不是这种思维了 好回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在这个二十四撞船事件之后 在这个金夏海域一带又发生了很多事件 有两起是大陆的这个渔民落海 那我方是这个搜救了好几个晚上 是奋勇去搜救 两岸也有铜框搜救的画面 那还有一个这个还蛮特别 就是我方那时候说是两名调客 有没有 自己搭着这个检疫的这个船发出海 那后来呢迷航 结果被这个大陆给这个救起 那当时国台办第一时间讲 两岸一家人要送回来 讲没多久就发现情况不太对 因为其中有一个是军人 军人 叫清啥怎么回事 来看金门立委陈玉珍 跟大家说明最新的状况 大陆会先把这位 两人当中有个是军人 一个是平民 先把这个平民信吴送回来 但是军人的部分 可能是要多留几天 那金门县府也说 收到了大陆省台办 说要放人的消息 会用鸣船接回 反而回来的时间还没有定 然后国台办最新的发言 说这名胡姓军人 是台方的现役人员 但是他没有如实的说明身份 然后又编造了虚假的职业资料 有意隐瞒 这一编造就让大陆大概觉得不单纯 所以必须要进一步 经过进一步的复时了解相关的情况 怀疑这个过程不单纯 我同步跟这个介大使讲一下这个背景 会不会这个也不单纯 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之前这个冲绳撤侨的这个第一顺位 然后现在呢日本共同社又说 这个日本的这个陆上自卫队 第一次在冲绳部署了陆基反舰飞弹部队 那大概会是200人左右 它是一个第七地对舰的飞弹连队 云纳国岛有这个电子战的部队 那透过电磁波的干扰啊通信啊雷达啊等等之类 这日本的部分 还有目前我们的这个迷航军人的最新状况 对日本这个部署这个所谓地对舰飞弹部队 这是它共同社 比如说是半官方的这种新闻社发布的 它这个部署的地点是在就是冲绳琉球本岛 它有个地方叫这个雨流麻寺 雨流麻寺在这个岛的中部靠东岸 也就是正面对的中国 靠东岸是面对这个太平洋这边的 那它部署了这个地对舰飞弹 那这是第一次部署在这一类的飞弹 第一次部署在琉球群岛 那这个部署的时候 事实上有大概70多名这个当地的民众 雨流麻寺的民众前去抗议 他们说这个东西部署以后 就把等于说你把琉球武器化以后 你将来也是被攻击的目标 所以最近日本很多在琉球方面的 这个增加的部署 都是当地的老百姓 还有当地的政府 都很大规模的反抗 那这个只是一个这个飞弹连队 那事实上的话前一阵子就说有日本的这个 有这个美国的这个驱逐舰 这个也靠岸 这个都引起当地老百姓很大的恐慌 那最大的最多的大规模的这个 反对的这些示威 高达上千人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整个琉球的这个老百姓里面 造成更多的这些什么恐慌 那同时他们公布的新闻 他还讲了一个就是说 这个在宇纳国岛 那么日本的自卫队也部署了一支 最近部署叫电子战部队 那个这些都是说征收情报 然后进还有进行电波干扰 电性干扰这些电子战的部队 那这个电子战事实上 很多国家都有 可是他部署的地方是很敏感的 因为宇纳国是日本国的最西端的一个 最西端的一个岛屿 离台湾非常的近 离台湾非常的近 有时候说宇纳国岛他们大概有时候看电视 都看台湾的电视 那么这个补给不足的时候 就到我们台湾的宜兰来补给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跟台湾地缘关系非常近的地方 看起来是单一事件 但是我们看到跟最近的这些紧张情况 它是同一个时间点 所以好像就看到了一盘大棋正在下 这个基本上我想这个最后都有个总导演 总导演就是美国 基本上强化第一岛链 从日本开始到台湾到菲律宾 那这个第一岛链这些各种军事相关的动作部署 现在你可以看是如火如荼 那我们待会我们会讲到我们台湾的很多这些新的部署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位金门的乡亲钓鱼不慎 迷失方向漂流到大陆水域被大陆拯救以后 那本来是很简单的 本来是两岸一家人 本来很简单 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位 我们金门的乡亲钓链 编造虚假职业 对他有军人现役军人 他可能这个他也知道事情严重了 对那现在说实话 我看大部分这些两岸的这些 尤其金门部分跟大陆 有民事之间的接触 或者有民事之间难处 都是陈玉珍陈委员在扮演的 可见陈玉珍委员他在大陆 这个金门两地都深受信任 所以这个两岸之间一定要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些得到两边都能够信任的人选 但是我方不愿意嘛 我方事实上的话基本上的话 如果一介入的话 这个事情就难办了 因为他一定要搞出什么 这些官司什么的 然后交接的时候 又要搞什么签收又要怎么样 要人家写收据这些东西就难办了 现在看起来 我看记者在问陈玉珍委员说 那一位要放回来的怎么样 怎么样放回来 他就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基本上就透过民间的这些 双方常常在往来的这些船只 在这个金门跟厦门水域中间一个中间点 双方就交换了 很简单 那一牵涉到这个政治的干涉以后 这个事情就复杂了 所以我觉得陈玉珍委员的这个管道 应该是我们要好好重视 对不管是这个平民 还是我们的这个军人 大家当然都希望他们早点平安回来 但之前立将军 因为立将军长期在金门 立将军就觉得怎么军际松散成这样 军人竟然可以去海边钓鱼 然后还出海 没有通报 这个部分就是危机 那现在要惩处吗 所以这是不是很大漏洞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讲过了 我倒是想请立将军再讲一下这个 那我方现在备战嘛 对如火如荼 今天在讨论这个清泉岗的机宝缩水 什么意思呢 在109年的时候我们国防部就编了一个 这个43亿的预算 在东部地区叫一机一库 这是总共44亿清泉岗要盖36座的抗炸机宝 标榜全球第一座能够抵抗东风飞弹的抗炸机宝 每一架飞机都要有一个这个堡垒 才可以反炸 所以反制东风导弹1500磅的这个弹头设计 非常的坚固 所以算一算每一座机宝呢 一亿多元 然后呢 但是后来一个都没有盖成 为什么一个都没有盖成呢 我看到这个理由简直是惊呆了 疫情所以没有盖 就因为他打仗的话 疫情就停了是吧 疫情所以没有盖 物价飙涨 所以没有盖 钱不是都编给你了吗 物价飙涨没有盖 不断流标 一座都没有盖 到了2022重新修订 因为这个钱没有办法再增 所以机宝降为24座 也就是说呢 当初给你43亿109年 然后你就延荡延荡延荡到现在 发现没办法 36座盖不出来 因为一下子物价翻了很多 所以现在只能够盖24座 44亿在106年的时候 可以盖36座 现在2024年的时候 只能盖24座 其实我身为这个小老百姓 我第一个看到 哇 台湾的物价还长得真惊人 第二个我觉得 这个军方的执行能力 也让我非常的惊讶 那时候钱编给你 但是你轻描淡写 疫情物价 所以他一个都没有盖 合理吗 我特别说 这个我们都不佩服 郝伯春的那个年代 他对于他确实是有先知着见 所以我们西部地区来讲的话 以前因为我们空军 海空军的实力比较强 那我们都没有预想到说 是解放军有一天会 比我们强大到这么多倍 比我们能力多到这么多 所以但是郝伯春那个年代里面 他就已经预判到说 这个时机迟早会来的 所以他把空军的整个战力 移到花莲去 盖了花莲的加山基地 把飞机藏在基库堡垒里面 那个时候他就运用了 这些相关的国防预算经费 去建了一个加山的 加山的这种山洞里面 用这种把飞机存在里面 但是之后郝伯春离开君子之后 其实后面来讲的话 大家对于备战就慢慢松懈了 就不再那么紧张这种事 然后编给你这预算 就没有用在这些 保存战力的方面 所以因此到现在为止 你等到这已经火烧屁股了 你现在开始在那边 金圆缸盖盖这个基保来讲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来不及了 而且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109年预算编了以后 到现在为止执行是零 一做都没有盖 所以现在赫然发现物价上涨 盖不了那么多 这第一个就是说如果 第一个我觉得很可能说 这笔预算 当然我们又确实证据 那会不会被国防部 挪去做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美军 这阵子我们都知道 美军叫我们买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随便塞个理由 给你说是什么疫情 物价飙涨是吧 会不会说移到别的地方去 叫我们去买飞弹 我们最近不是买了很多的 飞弹或M1战车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火山布雷车 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你看 你火山布雷车 你买这些装备 你还不如去盖一个机宝 来得比较实战 因为这个抗炸到3300磅的炸弹 其实将近1500公斤 是确实有达到抗炸的一个效果 那清泉钢机场 其实不是我们国军盖的 你知道清泉钢机场是谁盖的 是美军盖的 在越战的时候 它为了它的B-52轰炸机 可以去轰炸北越 所以说在我们清泉钢这边起飞 B-52轰炸机 那这么重要一个 尤其在台湾整个中部地区来讲的话 不管是向北或向南 都可以自愿坐在 这么重要一个清泉钢机场 居然你没有做好战力保存的工作 到今天我连我自己都很压抑 你怎么到飞机的这个堡垒 太惊讶了你知道吗 一座都没盖 一座都没有 对啊那后续来讲 你更不要盖 就算你现在盖了以后 就是预算盖也不过24座 那我们光这个F-16V 新买的战机就66架 那你以后这些飞机 你要不要盖机保 所以我觉得这些国防部来讲的话 你真的是应该 对所以现在这个蔡政府 民进党政府一直说嘛 我们要这个备战才能备战 所以各式各样的一些备战的方法 那当然这也是备战 这当然立将军来讲这很好啊 但是没想到到此刻来看 火烧屁口的发现 109年前给你了预算编了 到此刻为止一座都没有盖 然后没想到台湾的物价飙成这样 那个年代编43亿 认为你可以盖36座 现在呢没办法 钱也没办法增加 所以只能够盖24座 台湾的物价也太惊人了吧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我们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靠近期间 也许多了 涉嫩的 我会认为你 有颜色的保养 你会认为你 会认为你 这种保养 你会认为你 我会认为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